主料,高筋面粉200克,牛腩100毫升,辅量,黄油20克,盐2克,糖55克,奶油12毫升,奶粉12克,酱母2克,鸡蛋12个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-2小时,面包桶内先放入液体的材料,再放入干性的材料,按和面程序,揉成面团后,加入黄油继续揉, 将面团揉制扩展阶段,取出面团,盖上保鲜膜,放温暖出发酵至原来的两倍大,将把酵好的面团排气,分割成小等份,滚圆,静止15分钟,去一份改成牛舌状全喜,搓成斩条状,放烤盘中进行二次发酵,面团发酵至两倍大,标签刷一层带叶,撒一层芝麻,放入175度热热好的烤箱中层, 烤十八分钟是表面金黄,出炉后,放凉即可食用,烹饭技巧,二面团必须揉出膜,三,烘烤时,可根据自己的烤箱调节温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